所以我今天跟RM比較相關的地方 寄一個就是Sequence Sync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叫做 我查到這叫做Duo Encoder 這邊等一下會再介紹 然後這個是 就是TensorFlow裡面已經有包一個Sequence Sync的R9 但是我們那時候在測試的時候是0.12版 那現在的話 我沒記錯的話 它這個已經被移出去了 就是它整個Sequence的Package 已經獨立出來了這樣子 只是那時候試用的時候 測試的時候是用舊版的 那它舊版的話 其實它已經有寫好一個Demo的Script 就是基本上你可以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只要下這個Script 它就可以直接 就下載一個Demo用的資料集 然後Chain好 也不算Chain好 就是一直Chain Chain到你覺得OK了停下來之後 就可以去看它的結果這樣子 那它這個Demo用的這個資料集 叫做WMT10 所以叫做Workshop on Statistical Machine Translation 這個Workshop就是主要就是在整理那個翻譯的資料 就是主要是英文對歐洲語系的翻譯的 翻譯的 翻譯資料的這種標籍 對 然後我們自己用的話呢 就是拿我們自己爬的這個電影的腳本 跟PTD上面的我們自己爬的資料 然後來做 然後這邊介紹一下就是 你要用這樣子的Framework的話 你大概要做些什麼事情這樣 首先當然就是你要先把這個對話的資料把它整理好 就是 因為這個Framework的預設就是會去 去找說 找一份 找兩份資料 就是一份就是for input 一份for output這樣 那你這個 你這個資料要對好就是說 譬如說 就因為conversation就是 或者說translation它是一個pair嘛 就是一句話就是要對應到另外一個結果這樣 所以每一筆對話的資料就要把它對應好這樣子 當作training set的意思就對了 對 就是 但是 當作training set的target或者是label這樣子的意思就對了 對話的對應就是input跟output的意思 對要對好 比如說像這個好了 就是 比如說這個為什麼販賣機的衛生機 每次數量都不同 那這句話的output就要對應到 不管它掉幾包少的都是你的荷包這樣子 就是一個問句一個答案 所以 你要把它對應到 所以你給它這段詞都先做 對 因為 因為這個 英文來說的話它不用段詞 它就是空白斷 它就是以Word為一個單位這樣子 那中文的話 我們一個語義的單位其實是詞 所以我們必須要先把詞斷好 那你如果遇到 比如說現在是training的階段嘛 所以說斷好 那你實際在influence的時候 有一句 並沒有完全match的 雅線做斷子 對 大家會講到 會提到 所以你有這個詞的資料庫嘛對不對 是 對 就是自己 自己爬下來資料要完整理好這樣子 所以你詞的資料庫是自己建的 你指的是斷詞的嘛 你要斷詞你不是需要 你不是需要詞的資料 就是我們有就是有 你就排下來資料 當然是可能像文章一樣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有斷詞器啊 比如說像是 大家比較知道應該就是解八斷詞器 就是你直接可以使用現成的工具 而且你就是句子餵給它就把你斷好 現在已經有現成工具 對對 然後從這個整理好的資料 我們就是要把 所有的這個符號都把它 縮音好 所以這邊全部都是人工 一行一行做 如果你是用剛剛那個demo的這個script的話 你要做到 你只要做到這裡就可以了 你只要做到這裡之後 然後下面它層次就認得說 哦 我找到那個檔案了 然後它接下來就會幫你做接下來的事情 對 可是如果說你不是用這個demo 或者說你要自己去見自己的sequence 那接下來這個應該知道都要怎麼做這樣 你後面的設計A是什麼 那是什麼意思 那些英文單字 你說這個是不是 因為 這是因為我們不是 我們除了把這個字 當作一個符號之外 後面那個其實是那個斷詞之後 它給的那個詞性 它會告訴你說這是什麼詞 比如說這是動詞 就是一個什麼詞這樣子 你說它那個工具 一支都會給你這個嗎 對對對 因為中文的話 有一些同樣的詞 同樣的單字吧 怎麼講 就是它有可能詞情會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是想說應該是要把它當成不一樣的符號 小學圈 那這邊就是要索引出所有的這個 你看在前面整點就要看到所有的符號這樣 就是索引所有的詞 那剛剛 傑森講到那個問題 就是 就是我這邊索引好所有的詞 比方說我索引 我找到全部的符號有10萬個好了 可是可能 因為這個詞可能出現的次數不一樣 有一些可能是斷錯的 那它出現的次數很少很少 那個就是比較像是Noise的東西 那我們可能不會用那樣子 我們可能會把它砍掉 把它去掉 然後我們可能只用譬如說9萬個符號下去training 那剩下的那1萬個就是 它會用改用 假設我在training的時候 或是在influence的時候遇到的話 它不知道是什麼詞 它就會用這個 UNK這種特別的符號去代表 所以它在training的時候 其實就會 就會去考慮說 有一個句子裡面有位置的符號的時候 然後它會去試著去預測它的output是什麼 那這些特殊的符號 當然有包括譬如說padding 因為有時候要補那個符號的長度 要補到一樣長 所以會有這種padding的符號 就是go go它在它裡面的意思就是一個句子的開始 我要先給一個go的符號 那eos就是句子結束的意思 你的這些符號是在training的時候 一般的句子你也要加上去的嗎 對啊 就是餵進去的時候是要用這樣子的符號 然後把所有 下一張圖 OK 對 然後有這個 有這個詞表之後 我就有索引嘛 就是 我就要把原來剛剛的那個整理好的對話 把它變成詞就索引 對 其實就是one-hot-code的意思 就是把它索引到一個位置 轉成work better work better是在那個sequence training的一部分 那這邊只是先把它索引到就是第幾個項目 這樣這樣子 好了之後就是把就是可以開始把這個剛剛整理好的這個sequence 把它一句一句讀進來這樣 那剛剛有提過就是 雖然說RNN它可以適應就是不同長度的這個sequence 但是其實在training的時候我們是用mini-batch的方式叫train 所以我一次是丟一個batch 那這個batch是固定的大小 所以說呢 然後它用的這個sequence 用的方法就是說 好 那我先給不同的batch 這個batch就是不同的長度的意思 然後我把不同長度的距離先把它塞到不同的batch裡面 對 那剩下的不足的部分 我們就把它用 剛才講那個padding的符合batch 複到一樣長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一次丟好多個成本進去圈 這樣比較有效率 如果你是挑一個最大的 然後其他都去補padding這樣不好 呃...好不好可能要 我覺得最後一堂會知道 對 因為 我認為其實這樣padding就是 算是用雜訊嘛 那你當然不希望雜訊在你的資料沒有太多這樣 所以你後來切成幾個batch 應該說它這個sequence 它預設是幫你切絲的 就是針對四種不同的長度 那如果說你的句子長到超過它最大的batch 它就要把它砍掉 OK 後面就會loss掉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送到這個 sequence裡面就去train了 那剛剛講到那個v2factor的部分 其實就是在這裡啦 那你覺得你這邊的sequence就是鎖影子嘛 所以它每次就會找到這個 找到對應的向量 然後送進去train 它用一個v2factor去做debating lookup 就會產生出來 就會對應到那個向量 OK 然後那個向量就會送到model去train這樣子 OK 對 那在training的過程當中 它會用這個叫做perplexity 來衡量現在這個language model的預測能力 對 那因為 那這個perplexity我本來也不知道 我後來就查資料才知道它是幹嘛用的這樣 那這個算是在這裡啦 那我去找了一個就是講得還滿清楚的解釋 在這邊有興趣可以看一下這樣 那基本上它就是 欸 你們可以發現說 這個式子跟前面 剛剛講的那個language model的那個 的這個機率計算方式是一樣的 對 那它舉的例子呢 其實就是說 假設就是我今天要產生一個sequence 然後假設我只能用10個符號好了 然後我每次產生下一個 下一個符號我都是隨機產生 假設我符號就是0到9好了 我產生一個序列 我每次見下一個符號 我都是從0到9隨機去取一個 小意思嗎 所以說那這樣子的這個機率算出來就是說 就是0.1嘛 所以不管sequence多長 我每次產生下一個符號 我都有10種可能 所以這個機率就是 我取到某一個值的機率是0.1 這樣子 那麼如果說是這樣的條件之下 你的這個perplexing算出來的是 是就會是10 因為0.1的導數是10 那你這個10乘以了 乘了n次 連長n次然後再開n次方 答案就是10 那直觀的解釋就是說 平均上來說 因為你的句子有長有短 然後你在預測的位置 是有句子的開頭 句子的中間 句子的結尾 平均上來說 這個model 預測下一個符號的能力 平均上來說有10種可能 類似這樣子的概念 對 所以這樣子來看的話就是說 當他確定到這個時候呢 他預測 平均上來說他預測下一個符號 有1720個可能性 可以是這樣的 所以說如果當他越學習到這個語法的結構的時候呢 這個可能性就會越縮越小 越縮越窄 說到特定的那些詞語上面 然後再來是在 Inference 的時候 他有一個search的其實叫做binsearch 對 比方說 我有一個query 叫做where are you 然後我送到 我training好的encoder之後 然後我丟 再丟送到 decoder嘛 那你每一次softmax都會產生一個 都會產生機率的結果嘛 對不對 那我每次可以產 就是如果說我binsearch 我取bin的size是2好了 那意思就是說 我們已經過一個time step 我都去挑機率最高的兩個的結果 就會像這樣子 他就會一直不斷去長出新的sequence出來 那如果說你是bin是1的話 他就叫做query search 就是說我每次是取最高的那個機率的結果 那如果說是query search 那他的結果就是這樣 就是I am at work 那如果說你是 你是bin是2的話呢 他有可能他最後產生結果是這個 或者是這個 看你最後的這個要怎麼做決定 這樣 然後這個是 這個就是我們用那個電影腳本 對 那有 反正整理之後就是有大概是22萬部電影的這個腳本嘛 對 然後整理好之後 對版的腳本 腳本 腳本就是一部電影 一個腳本就是一部電影的檔案 對那整理完之後 腳本是電影的敘述嗎 對畫法 對畫法就是就是對白 但是我們這邊 就是22萬是指22萬部電影的意思 22萬部電影的意思 22萬部電影的對白的意思 對對對 那反正整理出所有的pair 就是 他的上下距的這個pair的話 大概是1000萬個pair 對 用這種方式下去train 大概你會發現他是有一點回應的能力 可是他的回應就是非常的 其實還蠻陽春的就是有點受限這樣 就是當你回 你可能問他有比較複雜的問題的時候呢 他就回答不出來 他就會說 我不知道 對 所以我不知道其實還蠻萬用的 就是 什麼句子都可以對應到我不知道這樣 對 那也是這樣 欸 這邊呢 我不知道是 設定Exception就這樣的回答 不是是券出來的 券出來的 用Greedy Search券出來的 那券多久 券喔 因爲我那時候是開AWS的那個G2去算 這個好像算了50個小時吧 G2 但是 但是 因爲那時候是用那個spa instance 所以好像算出來 最後大概就是100多塊錢這樣子 就是運氣很好 因爲沒有人跟我搶機器 然後我就一直圈圈圈圈 50個小時這樣 你是說是哪個地方的機器 是要付錢的 對啊 就是AWS 就是在購買 AWS AWS是個人也可以申請是不是 可以啊 可以就 他就擺一張信用卡 信用卡就好 因為他要出錢就好 所以50幾個小時才100塊 因為那個 他有不同的那個 什麼 好 反正就是 我用的那個服務就是說 我可以用很低的價格去使用 可是如果說有人跟我搶的話 我就會被搶走 對 那我只是運氣好就是剛好沒有跟我搶 然後就連續channel50個小時 那如果要看那個step的話 大概是好像是7萬個step吧 那你剛才說那個script都是中文的嘛對不對 script 你的那個電影的 對對對 都是中文的 我們都是因為我們就是想做中文的 好 所以你說你整理了11萬還是10萬 那是幾對 22萬 22步 然後最後那是11萬 1000萬 1000萬個pair 所以pair只是說 1萬1打 1萬1打 1萬1打的才算嘛對不對 所以假設有多人參查在對話的那個 那我們就當作字大宣這樣 對 因為那個字在你要在前面的那個發展就好嗎 那你在前面你要怎麼處理 你怎麼知道它是 你不是就是 其實沒辦法知道啊 沒辦法知道啊 所以我們只能假設說大部分都是一對一 少部分的 少部分的 所以你的pair就是 第一句vs第二句就叫做pair 第二句vs第三句就叫做pair 這邊應該是 很好 對 然後切出來你TINU 在人工去看 等一下說 ≥有沒有合理 那你做段詞是在之前做還是之後做 在之前 先做斷詞 其實在Chance 3沒有差 因為就是一句你都要斷完之後 然後整理成Pair 或是你要整理成Pair之後再斷詞 其實是一樣的意思 一千萬個Pair是不是很公開 沒有沒有就是挑部分 抽樣數來看 所以你做出這一千萬個Pair 也是用Neural Network Word做的 是不是 是喔 是前助理 前助理有什麼資料 對對對 我現在是對這裡比較搞不懂 就是你剛才講的問題對不對 你一二三四拒下來 你說問更多 對 你就把一二當成一個Pair 對對對 我是說 我是說你如果沒有經過什麼人工智慧處理 你怎麼不會把它的答案當作問對不對 你照理說是一問二答嘛 三問四答對不對 你不會誤以為二對不對 二是問三是答 基本上你就是假設一二就是Pair 二三就是Pair 我們前提的假設就已經這樣 這個就是這樣子的假設 應該不是一二三四 它是一二二三三四 這樣子 一二二三 對啊 這樣才不會有那個 對 因為是你問我的嗎 就是我跟你在對話的話 對對對 我的疑問也是在這裡 你說一二 再來二跟三也 但是 三可能是同一個人 三就是一啊 三就是一那個人 有可能是這樣 對對對 但是我的意思是這樣 也許他的講完一跟二的 這個就結束了 二跟三的對話也許是沒有關係的 可能是錯的 那也是一個就是要假設啊 對對對 對 那我的意思 這是 反正就是我們前面沒有處理那麼多 因為我們其實是想先看這樣的結果 算不算得出來 那結果是可以 只是它會有點走線 基本上如果 即使你人工看到錯 那你能夠怎麼樣 我的意思是說 在一千萬筆裡面你挑了 假設你sample的十個錯了 然後你真的去把它刪掉嗎 還是怎樣 沒有 就這樣 就是你來大概看一下說 大致上是不是 大致上是不是 就是那個noise 是不是你可以 就是在一個合理的範圍這樣子 okok 就跟我想像 那其實我們是有做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 就是像你們剛剛講的那樣的狀況 就是tuck的那個對話會有不太合理的地方 對 那我們其實有 用另外一個model 有一個model 那那個model就 不是用類神經網去選出來 就是像我第一章提到的那個方法 然後去建一個language model 然後 因為那個model就是在 在預測說 在看說這個句子它的合理性 所以就是機率高的話就是越合理 機率低就不合理 對 所以用這個方法去把機率低的去先把它挑掉 對 所以現在做的都還是局限在 就是簡短的一問一答這樣的 我的意思是說 比方在對話的時候 欸有時候可能是練習到前面十幾句 你說要記憶這種前面的人 對對對 沒有做到這種事 還沒有做到 這種地方其實我們一直有想要做 對 只是說真的是還蠻能做的 因為你光那個資料的準備上 對對對 沒有前處理就 對 對 沒有資料 對 沒有資料 沒有這種前面這種 呃 就是這種長的對話的東西 對對對 對 然後想辦法去升 已經要先有這個資料 然後才有辦法說 大家可以做這樣 然後這個是 剛剛那個sign-sign-sign-就 就講完了 然後 這是另外一個 找到的一個方法 對 那這個方法主要我們是要用來 就是 呃 提升我們這個 retrieval-base的 這個ranking的計算 對 然後它叫做Duo Encoder 那 它這個加入 呃 是在這一篇啦 這邊有提到 錄信律看一下這樣 那 這一邊 這邊這個UI有 它也有這個 這個東西的介紹 那 呃 這個東西的使用情境是這樣的 就是說 像是retrieval-base的話呢 我們是先用query 出相關性最高的那些回答嘛 可是我們要排序 那排序除了既定的 既有的一些依據之外 這東西 呃 也可以拿來做成 作為一個依據這樣 那它是一個model 它就是說呢 你先 你先把你的對話值 分成好的對話 跟不好的對話 像這個 看起來R是一個合理的對話 然後這個就是一個不合理的對話 這樣子 那分別 把這個c c是context 然後r是expans 分別位到兩個encoder裡面去 那這個model要做的事情就是呢 把這兩個句子的 embedding的這個向量呢 它試著去做那個cos similarity 希望這兩個embedding的向量是越向越好 對 這是針對 這是針對好的good pair的部分 那希望這兩個向量越 就是cos similarity越高越好 對 那這個m m矩陣就是它要去券出來的這個矩陣 所以券好了這個矩陣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把query 就是使用者丟進來的對話 跟我們從sdb裡面 撈出來的這個回答 把它一個一個的去看說 它是一個好的對話的幾率是多少 那這個就可以當作一個排序的意圖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這部分應該還在左 所以還沒有結果可以看 大概是這樣 那結論的話 嗯 就是我們自己測試的話大概是這三個啦 就是 因為我們剛開始本來就想說 用電影的資料集就是 應該就可以產生這種對話的這個模型 但是其實 其實 嗯 你會發現說 它的問答雖然說好像還蠻合理 但是其實跟我們對話情境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說 我們後來是想說用tdd上面的資料 因為它比較符合我們平常在聊天的那種口氣 那只是說 像剛剛我們看到的是那個電影腳本的結果 那pdd的話是我們 最近也還在train 但是train不太起來 因為pdd上面的那個 太多了 對 就是太多了 所以 所以其實有點train不太起來 那你pdd是用哪一個啊 pdd喔 其實 我們 因為pdd應該沒有 以問一答的 把它推文就是 其實有 只是我真的沒有講 其實有 對 這個我等一下再講好了 對 然後 這還蠻重要的 因為你train data 就直接影響出來 其實pdd你去看就是說 像是 其實我們是 我們當然是想要把所有資料都趴下來 可是如果你去看的話 pdd的資料分佈是很不均勻的 就是絕大多數都是在八卦版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去看一下八卦版就是 你會發現他的那個title跟他的推文 有這個疑問一答的關係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利用那個關係去做 我們那個模型這樣子 title是指說文章title 文章的title跟他下面的推文 對 所以就是 所以裡面的文章都不用看 對 請問你那個抓PPT 你也是要用爬蟲 不是簡單的那個teleport就可以 還是要嗎 對 就是要自己寫爬蟲 像是讓那個電影夾蟲 也是要寫爬蟲下去爬 對 電影夾蟲它可能比較分散 那PPT可能在同一個網站 沒辦法直接用teleport抓就可以 還是要爬蟲爬 我們是去寫爬蟲 對 因為我們公司去年在 就是去年9月10月的時候 我們過的sequence to sequence 然後 然後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在想說 去那裡找那種chending beta 對 然後 然後就找很多人 然後後來也有找利益機 對 然後也是這次的 然後 可是 然後我們也有想過說 就是我們在 就是用對話計 就是把大家的fb都授權 然後讓你的messence覺得 就是讓大家抓回來 可以訓練這樣子 然後我們發現 就要訓練根本就 就也不是這種以至於對以至於打 因為有可能以至於會回答好幾句之前的東西 對 所以 所以那個chending要真的超難 對 其實電影對白如果真的把它下著下來看 因為電影對白機器人很默奕透 因為它有動作的 機器人把它去抓回來 那它算是動作來解釋那個對白 然後它的情境是可能會很沈喪 對 對話紀錄是其他人 對話紀錄 那也可以啊 對 對 對話紀錄是 就是 對其他人的對話紀錄這樣子 所以你們是去爬對話紀錄嗎 我有 是沒有 我們有 因為我們去年有開地板營客 就在9月的時候 然後裡面就有講習慣錄習慣 然後那時候我們想要找圈雷塔之後就有 對 就有用 用一些 就是我們想得到的圈雷塔都玩一玩 對 那你知道那個卡米狗嗎 卡米狗 是不是說 嗯 我不曉得那個作者有沒有利用這樣子的方式去 去建立他的這個對話紀錄 這樣子 對 但是因為看起來蠻多人在用的 嗯 對 所以 所以我不知道你們的方法是不是跟他們 跟他是不是類似這樣 沒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只是玩一下這個 framework 對 因為那時候他剛出來 他好像8月後就可以出來 對 然後 然後 基本上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 作為聊天機器人的話 基本上還是以這個retrieble base的為主體啦 那這種 sequence sequence 這種 deep learn的這些 framework 基本上我覺得只能當作輔助 沒辦法說 就是直接用它 意思是說現在 以你的data這樣是train不起來的 你的意思是這樣 就很難train 就是 要嘛就是 要更深的網路 嗯 要嘛就是 你要花更多的時間 嗯 然後才有可能看到結果 英文的data應該有什麼 對 但是英文就沒有什麼好做 因為就是data就現成的東西 就像英文的model都有現成的 對 你說英文的champ bar的東西 英文的sequence sequence model有現成的 像那個叫什麼 deep QA是不是 對對對 就是已經champ好的 champ好就沒辦法 前後再翻譯就可以 可以 勘用一下 然後英文 英文標誌的資料也比較風利 那中文他就是 自己想辦法放 所以數據才是最重要的啊 是啊 對啊 誰在facebook上面 數據加英迪啊 誰在facebook上面說什麼 數據不重要 我都想要 不想鳥他啊 誰是可以講的 要等到那個 Azuri真的有成功成功 對啊 他說數據 他說數據 他說數據大不是 不是老大 不想 不想滾啊 那還是這樣 最後一個 最後一個我想講的 就是其實英文的 你要champ 剛有看到那個 大多數的差距度 是在那個 Embed in Rugat Table裡面 那英文的符號 跟中文符號的那個量 其實是差蠻多的 就是 微信有機會像蠟一樣 像蠟一樣 這樣子也都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因為英文的話 可能 你剛剛講的那種問題 會跨區 會跨區 對啊 很久前的 反正你就是 在這裡你剛剛插一個LST 你才會把他放 對 你在注意Data 差我的 那個 那個學校 很大的 中文院他們不是也有多 難道他都沒有中文的那個Data 可以champ嗎 沒有中文最多都是簡體的啦 簡體超多的 中文院那個 池庫是要賣錢的 他沒有open出的 沒錯 但是他那個磁庫也很舊的 開發很多年 CKIP嘛 CKIP嘛 不然那不是好舊 那沒有 那沒有 其實那都只有信號 對啊 我們以前就用那個 所以我才在問你 所以現在你說那個太舊了 對不對 也不是太舊 其實那種好像 現在都被大陸的磁庫 打趴 因為其實用磁庫的話 他的準確性沒有那麼高 沒有那麼大 對 家庭兄 如果簡體可以用 簡體跟繁體的差距 事實上是比較小一點啦 這對在你解拔也是用簡體詞固在打 差別就是一些 慣用語法有一點點不一樣 其實到中國族的 那裡都洗簡體的 那裡都洗簡體的 那裡沒有 就是說他都是我已經有的一些東西 就是已經會 教育部的那個 國語詞點去來做這個方式詞點 國語詞點 對 那個應該沒有幫助吧 沒有 因為他做是 國語詞點去來做這個方式詞點 然後 他要之間 講過兩個 同一點有鑽詞器 配置也用 open source 這就比解拔好嗎 你只用某點詞固其實還OK 但是其實解拔 因為解拔是你要給他一個language model 他有一個持平固 就是作為字典 對 對 然後他 他有用那個 對 然後 然後 那 他的作法 那種 就是 蒙眼的作法是 多貼詞 長詞優先短詞 對 他沒有像那種 HM的信息感 但是 因為他詞很多啊 就是各種 怪的 成語 全部都有 是 那有很多解到裡面應該沒有 對 但是它是標準位置 就是 我覺得 充電的詞固是可以有 就是可以 可以參考 好 充電服務局嗎 就是那個教育部 國以詞點 他收了好像六七本詞點 主要應該是 對 教育部國以詞點 他把它方便化 對 原本的那個教育部 其實比較廣 就現在主要問題是在斷詞 還是在 他整個 成本 還是在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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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